好那么以上呢就是第三十个句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一 什么什么Dano 也是一种列举 什么什么啦 然后呢名词动词或者是形容词的普通形 好那么解析一下 那么这个语法的特点是 它的内容多含有负面的 这个是它的非常有特点的 多含有负面 而且它是一个口语的表达形式 好那么 它跟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简单的那个toka toka相比 那么toka toka它的感觉最为中立 啥意思啊 没有一种带有负面抱怨的感觉 就是中立 就是叙述 什么啦什么啦 而Dano Dano经常是叙述负面的负能量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例句 我的房间里面又是漫画 又是衣服 这个到处都是散乱着 连睡觉的地儿都没有了 所以呢 带有什么负面的感觉 对吧 好继续往下看 第32 表示的是应 根据响应 接续是名词的后面 好 那么这个kotaeru 其实是什么 也写成这个应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发成 Ojiru 那个是kotaeru 也写成这个字 汉字是一样的 好解析一下 它多用于不负 不辜负期望 不辜负声援 然后报恩等含义 这个也很有特点 我们再好好地看一下 这个ni o kotaeru 经常有这三个含义 就是不辜负期望 声援和报恩等含义 好 那么此时 他不能用ni o jide 来代替 这是他特有的特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那么选手们回应 会上的那个声援 为了作为回应 对吧 作为响应 挥着手 好 下一个 学校呢 应学生的要求 然后呢 把这个图书室的利用时间 给他延长了 好 这就是ni kotaeru 的含义 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好 我们就继续往下过 看一下第33个句型 33个句型叫做 何々にしては 好 它的意思叫做 作为什么什么来看 到怎么样 照什么什么来说 到是怎么样 名词和动词的普通题 好 那么它的解析 一句话就是 后续与预测不同的事情 这就是它的含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父亲呢 50岁了 作为50岁来看 倒是很年轻 好 叙述一个 与预测不同的事情 是吧 作为50岁来看的话 倒是很年轻 照50岁来说的话 倒是很年轻 好 下一个 第二 二年もアメリカに住んでいたにしては 彼女は英語が下手だ 是吧 他在美国已经住两年了 但是呢 它的英语还很差 所以 这个就叫做 作为在美国住两年 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英语倒是很差的 所以呢 叫做后续与预测不同的事情 好的 以上就是第三十三个语法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十四个语法 叫做 何々の元で 或者是元に 好 它的意思呢 叫做在什么什么之下 那么表示的是 在某个范围之下 好 接续呢 很简单 接在名词的后面 我们来解析一下 那么这个元と呢 单独拿出来 它就是一个单词 它的意思呢 就是下 下面 底下 就是这种意思 那么 它的后句中呢 动词表示 存在或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用 要用何々の元に 注意 也就是说 后面是 に还是で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它的区别就是 后句当中的动词 如果表示存在 或者是状态 这种相对静态的 这种状态 我们用に 而如果后句中的动词 表示行为的时候 用で 其实这个大家 不难理解 对吧 这就是で和に的 这个一个区别 就是往往で 表示的是动作的发生 而に表示一种存在感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 就是在晴朗的天空之下 运动会被盛大的 召开了 所以那么在这个天空之下 举行了运动会 是一个动作 是吧 所以我们用了 もとで 好 看一下第二句 叫做選挙は 国連の管理のもとで 行われた 是吧 选举呢 在联合国的管理之下 然后被进行了 所以呢 这个里面 仍然我们用了 这个もとで 表示的是 在这个之下 我进行了某个动作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第三十四个语法 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第三十五个语法 第三十五个语法 叫做 什么什么は 或者是什么什么なら ともかく 口号 后面可以加个 として 何々ならともかくとして 什么什么はともかくとして 好 他的意思呢 叫做 姑且不论 先不说 好 接续呢 仍然是名词 的后面 那么 解析一下 他表示的是 什么呢 将其不作为 议论的对象 那么用于优先 比其他更为重要的 后面的事情 好 啥意思呢 也就是说 は 或者是なら 提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后面加个 ともかくとして 是这个局子里面 怎么样 不作为议论的对象 不重要 这个东西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在哪呢 重要的是在 这个は提出的东西的 这个句子的后面 才是要 优先 怎么样 重要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例句 第一句叫做 このバックは色はともかくと ともかく 然后 デザインが 洒落でいる 是吧 这个包 颜色呢 姑且不说 暂且不论 然后这个 デザイン 这个设计呢 非常的 洒落でいる 非常的 花哨 好 看一下 第二 あのタレンタは タレントは 歌はともかく 顔が かわいい 是吧 那个 演员 然后呢 歌曲呢 暂且不说 长得呢 是很漂亮的 好 这个叫做 ともかく 好 我们就过了 继续往下看 第36 第36是 什么什么も 什么什么ば 然后 这个 ば 可以换成なら 什么什么も 什么なら 然后什么什么も 好 它的意思啥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 也 什么什么也 什么什么也 好 它的接续呢 接这些 我们就不具体的来分析了 好 我们来解析一下 那么 这个句型呢 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 什么什么も 什么什么し 什么什么怎么样 很像 好 那么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什么什么も 什么什么し 什么什么 只能用于口语 而 什么も 什么ば 或者nada 什么什么も 它既可以用于口语 又可以用于书面语 好 那么 意思呢 都是 是这个也怎么样 那个也怎么样 这方面也怎么样 是那方面也怎么样 这种含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离句 第一句 那么就是在会场里面 又有单身者 是又有一婚人士 对吧 好 第二句 彼はスポーツも得クイなら ピアノもプロ プロナミダ 就是 他体育又好 然后呢 他的这个钢琴弹得又跟专业的选手一样 好 这就叫做什么什么也 什么什么也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人七个语法 第三人七个语法叫做 何々パナシ 那么 它的第一个含义 叫做什么呢 一直总是 括号持续着某种状态 接续呢 是MAS型 后面接这个 パナシ 好 那么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相同一件事情的 一直的持续 好 这是它的第一个含义啊 一个相同的事情 一直持续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 この一週間雨が降りパナシ で洗濯物が乾かない 对吧 好 就是 这个雨呢 一直持续下了一周 这个洗的衣服都不干 好 继续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 叫做 新幹線が コンデで大阪まで 3時間 タッチパナシ だった 新幹線里面 非常的 拥挤 然后呢 到大阪为止呢 占了3个小时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パナシ 的第二个含义 パナシ 的第二个含义 叫做 置之不理 放任不管 放任 任平 是吧 好 接续呢 仍然是动词的 マス型 那么 这个所谓的放任 不管 置之不理 它的含义呢 叫做 本应做好的事情 不去做 而保持那样 它与 什么什么 ママ 不同 这个パナシ 只能用于 还 关键出来了 对吧 它的特点的关键出来了 就是只能用于 不好的含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第一句 叫做 ドアが開けっぱなしだ 那个窗户 一直在那开着 对吧 然后第二句 昨天晚上 电灯和电视 一直就那么开着 然后呢 寝てしまった 睡着了 好 这句叫做 置之不理 放任不管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38个语法 38个语法 叫做 何々こない 它的意思呢 叫做 不可能 好 动词的マス型 后面接它 那么 我们来解析一下 这个こない 它首先是一个口语 那么 只能用在 关系的人 这个关系 亲近的人之间 这就是 こない的一个区别 跟其他的区别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叫做 教授に感じ 100字 覚えるなんて 無理だ できこない できこない 就是什么 できません 就不能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マス型 后面接着这个 ついんじゃこない できこない 好 就是 不可以 不能 所以呢 关系 亲近的人之间 你怎么用比较合适 好 下一个第二句 こんな話 誰も信じてくれなかった と思う 信じてくれなかった 信じてくれこない 我们就过了 好 我们就过了 继续往下看 第三十九 第三十九 叫做 何々きり 好 它的第一个含义叫做 一怎么样就 括号再也没怎么样 他去了以后 一直就再也没回来 好 这句叫做きり 好 那么我们来解析一下 它的含义是 表示以此为最后的机会 再也没有发生 预想的事态的事情 那么这个再呢 不太恰当 应该是这个再 对吧 再没有发生 预想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母は朝出かけたきり 夜になって帰ってこない 是吧 早上出去以后 就再也没回来 到晚上了 也没有回来 第二个 以后再也甭见他了 和他的见面 以此为最后吧 是吧 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きり 好 我们就过了 那么继续往下看 它的第二个含义 它的第二个含义呢 也表示什么呢 叫做止 那么它的接续呢 这个时候 只接一些数词的后面 表示的是限定 只有这些的范围 好 比如说 二人きりで話し合った 两个人说话 就只有两个人 对吧 限定就是这范围 两个人 然后一块聊了聊 好 继续往下 第二个 就是什么 只有一千块钱 接在这个千的后面 是一个数词 表示的是这样一个范围的限定 好 这就是きり 我们就过了 好 继续往下看 きり 什么 一直不离不弃的去照顾他 对吧 好 下一个 或者是可以加个粗音 这个里面注意 写出的例句呢 就是它的这个正确的接续方法 往往这个地方 不仅是把前面的mas去掉 而且往往在接きり的前面 加一个粗音 つききりで 这是日语当中口语的一个特点 包括刚才好几个语法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回去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第二句话 就是说什么 他最近呢 总把自己 关到房间里 所以呢 表示的就是一直 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十一个语法 第四十一个语法呢 叫做 何々げ 好 那么这个词的后面加个 表示的是 带有一种什么什么的样子 好 它的接续呢 动词的mas形 或者是形容词 い形容词 或者是な形容词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叫做いな形容词的词干 把词尾去掉 词干的部分 这个な 这个げ 表示的是什么 带有一种什么样的样子 好 比如说 经常出现的一些这个 这个组合 比如说 退屈げ 那等于什么呢 退屈そう 悲しげ 悲しそう 所以呢 这个ge 就表示带有一种什么什么的样子 而且呢 这个ge 它带有一种书面语的感觉 说起来比较的正式 好 看一下离句 息子は得意げに100点を取ったテストを差し出した 这个孩子呢 非常得意的这个样子的 把那个取得100分的那个考试的卷子 拿出来了 交出来了 是吧 得意的样子 做出了后面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ge 接在 你看 得意 词干去掉 它的词干 词累去掉 对吧 值得保留词干 那么也就是说 直接得意 后面加个ge 就表示带有这种样子 对吧 arre lashes eros 早 早 感谢观看